有一位住在台湾的外国网友 前天在的家人要到屏东玩 结果在台一线上面 发现沿路的山壁竟然有一张 人脸图像 加上先前嘉明湖外星人 募集事件 还有这个屏东加路堂Google街景车 拍到疑似幽浮的照片 外国网友还特别整理了相关报道 po在国外知名的幽浮网站上面 还附上了详细的GPS坐标 台湾到底有没有幽浮基地 现在成了外星迷最近超夯的话题 这里是屏东坊山台一省道 455公里处 在背后这个山头上 有人拍出疑似脸谱的图像 你看得出来吗 专名叫做Skart Warning的外国游客 拍下了这一段特别的影片 看看他背后 山壁上竟然浮现了一张人脸 眼睛 鼻子 嘴巴 五官特征相当清楚 像一个人的脸 把这种固执连结起来是有助于大家的想象力 巧的是就在山壁人脸附近相隔不到11公里的地方 Google街景途中也意外在屏东 加露堂影区外面拍到过这一张一次出现幽浮的照片 山壁人脸加上圆盘幽浮已经够让许多网友嘖嘖称奇乐 还记得去年嘉明湖同样也拍到一次外星人的照片吗 距离山壁人脸大约30到40公里就有网友联想 这个神秘金三角很有可能就是外星迷口中的台湾外星人基地 像外星人的基地然后再加上这个脸浮 感觉上还蛮有这个可能 蛮神秘的 拍到山壁人脸的外国网友还特地整理相关报导 PO在知名的UFO网站 更附上详细的GPS坐标 台湾究竟有没有幽浮基地成了外星人最近超航的话题 记者季博士张星 S小组屏洞报导